与柯莱两位新角色也是使用草元素力进行战斗 新角色的技能应该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快来给我们讲讲呗 那我们还是先从提纳里开始讲起吧 提纳里的瞄准射击可以进行二段蓄力 发射花铝箭 命中后还会产生能自行索敌的藏运花石 它的元素战技能产生食运领域 神秘的幻象会持续嘲讽其中的敌人 并使接下来三次花铝箭蓄力所需的时间减少 释放元素爆发时 会发射大量能够自行索敌的蝉藤箭 蝉藤箭在命中敌人后还将生成次级缠绕箭 提纳里的重击和元素爆发都会造成多段伤害 配合草元素反应可以造成伤害 在日常冒险时 提纳里的生活天赋会在小地图上 显示周围的虚迷区域特产的位置 作为巡灵官的提纳里 自然也是对于野外冒险颇有心得了 感觉提纳里的技能特效包含了很多花草的元素 是啊 尤其那个蓄力剑的效果 毕竟她是一个热爱植物的少年嘛 提纳里的学生科莱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少女 在野外进行探险时 也有着她独特的战斗方式 科莱的元素战技将投掷飞叶轮 在飞出与返回时 对触及的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 她的元素爆发则会令科里安巴玩偶 在区域中不断跳跃 持续对其中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一项天赋 虚迷飞行冠军 还会降低队伍中角色滑翔消耗的体力 虚迷也有飞行冠军吗 我猜应该没有吧 这可能是因为仰慕安博 她自己偷偷练出来的技能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小商人多利 则是一位雷元素辅助型角色 元素战技发射的断除烦恼炮 命中敌人后将产生两枚 能自行所敌的售后服务弹 它的元素爆发将召唤 能与附近的角色相连的灯中妖精 为他们持续恢复生命值与元素能量 此外 角色与灯中妖精之间的连接触碰敌人时 将会对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 当旅行者选择多利来合成角色与武器培养材料时 还有一定概率返还部分合成材料 这可是神奇的多利啊 从它的口袋里多变出点什么也很正常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